我们跟美国在823爆战的时候 签有中美协防条约 我现在就问问大家 各位前辈 那个时候美国有没有直接跟中共解放军开阔过 我们从823开战之后 我们不断的电报往来 美国到了最后 是在罗德沼州的Newport 由Doulas的国务卿发表了一个 叫做Newport Statement 就是新港宣言 可是当时所有的外交电报 包含英国还有几个其他国家 各种来来全员的斡旋 最后美国答应了什么 他只站在后方 他有没有直接 记住那时候有所谓协防条约 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天下的事情只有靠自己去解决问题 我们图有地之利 而无利与之 岂非祸之有 台湾是全世界海运南来北往 我们这个政府不断的欺骗你 美国这个船每个月经过台湾 就是来挺你的 台湾海峡中间是国际水域 但是国际法之中没有国际水域这个名词 我再跟各位讲 他来挺你 那4月8号到4月10号 中共还台军演的时候 那他到哪了 他事后他经过了 来了一个马后报 只有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吗 没有法国军舰4月9号的时候就通过台湾海峡 也没有人报道 所以美国一直在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谎言 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政府一样 这个政府做政治只有三句话 描绘一个并不存在的过去 否认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 许诺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未来 就这三句话 要把你骗得团团团 美国会来吗 跟我们有这个协方条约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把他判来 他也不会跟他去交战 最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仔细想想看 就成如刚才大使所讲的 他可以瞬机 就是趁机去没收人家的资产 我可以跟你讲 美国有强过 但是美国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小夹子气 把台积电骗到阿里桑 现在了150亿 对不对 他要提供这个支数 他150亿是说 假如今天你台积电第一季 预期的获利超过了 他就要分层 对不起 你知道你只不过 你还没有入股 你就这样子支出一下 你就要分层 你想想看 这个强盗主有点多难过 对不对 没收钱 你知道你不要讲说 他去没收3500亿 你知道他现在 这个格局小到 连阿富汗政府的钱他都要没收 美国穷了 也美国也格局小了 我们必须承认 在我们内战失败 撤手台湾 美国确实帮我们 给了我们最好既职教育 帮助我们站起来 但是什么事情要靠自己 我们靠美国可能还有点道理 想来做这个梦还比较切实 我们有一群很蠢的人 天天在那边觉得 日本会来帮忙 对不起 日本去年招募自卫队 计划招原额 还招不到50%的人 日本也没有人要当兵 人家就在讲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 全世界都是为自己活的 所以人家就讲 这个我们当初一开始讲说 有这个以美论 我们这个绿营 把这个以美论 讲得多么的不道德 各位 以美论第一的1.0版是什么 是台湾有事 美国不会来 谁讲出来的 是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Jack Sullivan 发了一个email 给Hillary Clinton 上面讲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 想办法 台湾卖给大陆 然后就免除我们的债务 Hillary Clinton怎么讲 This is a brilliant idea 这个主义简直是太棒了 对不对 各位 今天你没有美国 在那边讲 美国的战略大师 Mills Hammer 他也是讲气台论 在重要的记刊上 也有一大堆气台论 你能讲气台论 我不能讲以美论 这是1.0版 2.0版是什么 是2021年9月的时候 美国非常狼狈的退出阿富汗 那个丢盔卸甲 这难堪的 就几乎在演出 像越南那个直升机 接人的那个一幕 大家都来问说 是不是今日阿富汗 明日台湾 我说没有 那个是这个叫做前日 我们已经被出卖过了 是前天越南 前天越南 昨天台湾 今日阿富汗 对不对 我们1979年已经被你出卖过了 我们1979年已经被你出卖过了 就等到2022年2月24号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开打之后 就变成今日阿乌克兰 明日台湾 各位 那不是啊 那个前天啊 叫做大前天啊 前天这个越南 昨天阿富汗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对不对 所以啊 你回去啊 想想看 这个任何人都是可以被出卖的 你知道 我们经常有人讲说 这个跟法国人买武器 只要钱啊 出了够多 他把他妈都卖给你 但是呢 你知道 对不对 但是呢 美国人啊 你知道 他要决定要维护他利益的时候 就把你妈都可以卖得掉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讲 当绿营一直在那边指责 说绝对不可以以美 对不对 你知道 结果AID的处长出来讲话了 说这是言论自由 我也觉得 这句话讲的还算是有点良心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对于美国 根据他以前的所作所为 跟历史 绝对 各位 我们今天啊 要去打这个毁谤的宽斯啊 你知道 就八个字啊 保证你啊 平安 利润有据 可受公平 所以 我们对于美国 对于台湾的未来 我们有绝对 那个 怀疑的权利 也有怀疑的必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